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多朋友以前看过我视频的 都对我这个桌子很感兴趣 那么我今天再把它演示一遍给大家 看看怎么使用 那么平时不玩电脑的时候 它是这样 这种状态 这平铺的状态 那么如果玩电脑 我只要把它掀开就OK了 这样 掀开以后 里面有我的键盘 鼠标垫 我的鼠标不要放在里面 因为鼠标有一次 就因为鼠标失误 结果把我的屏幕给压碎了 所以这个教训很深刻 我就把这个鼠标单独放在这边 然后有我的一个手柄 有一个手柄 这样我就可以非常痛快的玩游戏了 有的人说你为什么不用笔记本 笔记本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但是笔记本的屏幕还是小了点 不够台词机这么痛快 另外笔记本的性能相对来说没有台词机好 当然了你现在买的一些笔记本性能上来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台词机用的敞亮痛快 然后我这个也是可以调节高度的 因为这个高度你可以随心调 然后也可以把它放低或者放高 像玩游戏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放高一点 然后你如果说想拼床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放低 它这有一个调节的 然后一般我这还有一个音箱 音箱也很简单了 它是直接接USB口就可以了 所以很方便 没有一个好的音箱 那个音效就出不来 再好的声音 是吧 没有好音箱也不行 所以说呢 这都配齐了 这就可以愉快的游戏了 有的人说你这岁数了怎么还在玩游戏 那么我们这个岁数怎么就不能玩游戏呢 是吧 这个游戏呢 其实是一个艺术品 它不光是一个game 它更应该是个art 你想想看 一个大的游戏动作几百人 一个工作室几百人在为你制作这个游戏 想想看还是 这种感觉还是很爽的 对吧 而且历史上有规律 如果欧美国家线路萧条的时候 游戏机反而买得好 为什么 因为游戏 它可以以比较低的代价 让你玩很久 你比如说在国外看电影 可能10美金 或者15美金 但是一个游戏呢 可能你就卖个40美金50美金 就是正版游戏 拿国家去玩可以玩很久 举个例子了 当然我不 中国人可能这方面不是很这个 最近我一直在玩一个 因为我比较喜欢玩那种FPS 或者是那种 总之游戏能够给我带来不少快乐 那么还有人关心这个桌子到底是怎么设计的 其实也是当时也是突发奇想 突发奇想 我想把这个显示器给它藏起来 用的时候就让它露出来 那么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OK 我们现在换个角度看看这个桌子 可以看到它大概是一个结构 那么这边呢 这边是沉重的 沉重 沉重以后呢 你要这边再固定一个板子 这样的话它能够起到更好的一个固定作用 沉重作用 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定重量 然后这是一个脚液 脚液 然后起来一个翻转的作用 然后就是 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升降 升降机构 这是正常的升降桌面 它下面是个升降的立柱 本来我在这个地方挖了一个孔 是用来走电线的 后来我在这边挖了一个 然后为了更方便 因为这边我的台式电脑在这个方向 就离它更近一点 走线的话会更轻松一点 大概其实就这么一个结构 很简单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复制 喜欢这个结构可以自己去复制 长度嘛 这个长度大概有一米 整个桌面的长度好像有一米 我记得是 一米还一米你我忘了 记不太清楚了 差不多这个一米一米一这个样子 如果你不用的情况下就把它翻下来 大家要注意 因为它两边你要留出空余的空间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放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我的手柄 然后这个键盘最好是蛮超薄的 超薄的 这样的话它合下来以后呢 就不会伤害到这个屏幕 像这个音箱呢最好是拿出来 我以前是放在里面的 发现不好 因为我这个地方设计稍微 不是很高 如果再高个两公分就放它就合适了 但因为已经没法改了 所以说就把这个音箱可以单独拿出来 或者是买一个别的音箱 拿出来要拿出来的好处 因为我可以拿出来放到我的笔记本上用 所以它也是也没什么坏处 然后这边是个液压杆 液压杆起一个固定作用 那么这就是我的一个桌子的情况 最近一直在玩这个Transport Fever 就是交通交通这个火热 火热交通 这些大桌子都还没顾上玩呢 因为确实太多了 一次半会儿还没顾上 OK 关于这个桌子呢 我就说这么多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拜拜 好 再见 好 有点 没